基隆市议会召开预备会确定将从3月4号到3月15号举行临时会 其中东岸商场的争议最受到市议员们的高度关切 因此民进党籍和五党籍市议员提案要求市政府要把整件事情 从前朝的基隆市政府如何跟先前的厂商定约新建东岸商场到营运 一直到当朝的市政府如何透过促餐招标跟现有得标的厂商定约 整个来龙去脉通通摊在阳光下 要求基隆市政府说清楚 到底市政府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规定 可以在没有法律的规范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破门进入商场接管商场 那这样的一个争议事件引起众多的瞩目 那事实上基隆的新闻从过去到现在 一些重大新闻都是一些比较具有争议的 那我们认为说现在这一个东岸商场接管的争议事件 又引起全国的一个关注 在前朝的话因为现在最近媒体的话也写了很多 那个为什么跟那个大日工 大日开花 签订合约 为什么当初前市长的话 比方是OT案又改为ROT案 这些问题都是有问题 希望对ROT案 对一并报告这样才那个厘清清楚 不要让社会照到一个负面的消息 我想这个并案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都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原则 不管是合法 还是要合理合情 所以希望市政府可以 透过这一次的报告之后 那让我们市民了解清楚整个状况的原委 包含就是交接点交的过程等等 都应该要进行 它依据的法令跟它相关现在 在法院现在有进行相关的诉讼 有哪些诉讼的报告应该都要包含在内 有三份资料 希望先送给本会的所有议员 第一个是依照出餐法 在进行新的委外评估的时候 要进行可行性评估跟先行规划 可是这个资料原则上它应该要公开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OT的过程中它没有公开 然后第二个是 也是依照出餐法 每一年都要进行所谓的营运绩效评估 就是从104年10月大日公司取得标案的时候 市府其实每年都要进行绩效评估 的审查 所以这个104年开始的 每一年绩效评估审查到底有没有做 依法它必须做 但如果有的话也就提供给所有议员检视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的讨论性上 来说会比较完整 还是给微风20加10的这一件满场的一个期间 尤其在相关的权利金的金额上来讲的话 跟过去大日比它这五分之一的相关的一个价格 应该说我们可以收回过去这五分之一的权利金的一个部分 那我希望说市政府针对于微风未来 它如何做所谓的商场的一个投资 它的营运的方向跟营运的内容到底为何 应该说它整体的一个营运计划 应该要来向议会来做报告 要不然这个促餐它是一个二十加10的一个概念 说实在的 我们卸任了之后可能微风还在持续的营运 也请市府针对本案一定要30年以上的那个案子 这个合约的必要性的这个相关的说明 请市府针对这一个特别的点 因为我担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综合说明 然后市府就会挑着讲 结果有些东西我们希望听到更详细的 就会跳过 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浩瀚议员有提到 就是说针对年限 比如说二十加十年这类的这个议题 应该要像我们金融市议会来这边做后续的 包含各个都有二十加十年的个案 这最近的东岸事件 我想比较形成重大的争议 那全国的新闻曝光度也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很多议员部分党派都表达相关的意见 我们也请议事主来汇整大家的意见 中整最后到临时会的时候请市长 还有相关的局处长都来做完整的说明 让我们市民可以清楚的了解 相关的争议点在哪 那我想这就是市议会非常重大的功能 那这段时间其实也有其他案子 大家也在讨论 所以我们这个预备会大概排了这个八个案子 来在临时会的时候请市政府做报告跟说明 还有我们相关的附带决议事项 所以我想金融市议会在这段时间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规范 就是我们所有议员的提案 这个会期如果没有讨论完 我们到下一个会期会持续的来讨论 我想这是一个完整的监督功能 那我觉得我们在不管在公开透明跟监督的功能相关上面 我们议会会来加强 然后相关的这个让议员代表人民的声音 可以更完整的呈现 那也请市政府认真负责的 来说明整个金融市未来的愿景跟发展 记者吴俊松 金融报导